视频剧家仁 作词川平 因为我本身就是读大学就是读医技系 所以我从博士班毕业后 都是在本校的医技系担任专业讲师 第一次接到这样一个计划 其实一开始还蛮有压力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经验不足 所以擔心沒有辦法好好掌握這個計畫 那以前其實在學校也有曾經帶學生到社區去做像尿液篩檢 開胃教 那因為這次拿了這個補助款就覺得說更要用心去把它完成 那第一年接觸到這個計畫我覺得是戰戰兢兢的 因為我自己經驗不足 然後我們學生其實也沒有這些臨場的經驗 所以一開始我們從這個課程的規劃 還有學生的簡報製作 還有他們的實作演練 衛教的內容 社區服務的技巧 還有年長同理心的一個理解 我們真的是做足了準備 才開始把學生外放 那我希望就是開工大吉的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第一年就是先從鄰居的高中職開始 我記得我們第一場的活動 其實對方學校只有大概不到十個人的學生來參加 那後來一直到我們越做越多 對方的學校大概就有將近到六十多位學生一起參與 那這樣剛好也符合我們希望是一個漸進式的擴大這個規模 我覺得這樣子可能在整個計畫會變得比較穩健而踏實 那後來第二年我就跟學生講說其實我們也應該要到社區開始進行 那所以因為我也擔心說因為畢竟在社區可能有不同的狀況出現 所以在這個過程我就找了我們臨近經驗非常豐富的開南勢力醫院的社區服務課 董榮生課長還有我們的校友 協和嘉義科的侯醫師和院長 那我們彼此開了好幾場的這個諮詢會議 那他也把他們的寶貴經驗告訴我們提醒我們各個事項 後來我們就決定我們要彼此合作 所以我們每次到社區去做服務的時候 都是結合了私立醫院或者是這個侯院長的這個醫療團隊一起出發的 那在這個計畫裡面我們總共完成的事項 有在學生課程的部分我們開了四門課程 總共有九個學分那外出場次的部分大概有七場 都是我們在地的高中職 主要是提升學生的醫學檢驗教育 那另外還有兩場的社區衛教的服務 在這個計畫裡面我覺得最深刻的感受是 因為我們醫技系在這個學校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歷史 對於學生的這個檢驗醫學的專業知識的養成訓練是可圈可點的 那在中南部各大醫院檢驗所還有各地區的工會 都有很多我們傑出的校友扮演舉足輕重的一個地位 所以對於學生的這些專業知識其實我蠻有信心的 我也不太擔心他們在這個部分會出什麼疲漏 那我們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在五專畢業之後就可以考上 專輯高考的醫師檢驗師的執照 那他們的專業程度其實是通過國家認證的水準 我自己個人的角色比較著重於像我們外出地點的選擇 那活動的規劃 那還有我們服務內容的一個檢查 那所以呢我大概就是在這個行前的部分 那真正出去外出活動的時候 其實我是處於一個旁觀的角色 也就是說我希望這些活動是由我們學生來做主導 那也藉由這樣一個機會我發現我們學生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而且很細心去服務這些社區的長輩們 那跟他們的互動真的都很用心去跟他們解釋 我們每個衛教裡面要去讓他們了解的這個內容 那他們也會在這個過程當中非常細心地陪伴這些長者 那剛好又在這兩年有新冠肺炎的一個來打擾我們一些規劃了 所以其實因為不能群聚也不能外出 所以我們就在校內自行規劃了一些活動 那我們就轉換一個方式 就是希望同學能夠想一下 就是一些活動的遊戲 以後呢我們到社區去服務的時候可以拿來應用 所以學生的腦筋其實動得也很快 他們就在短時間之內就設計了一些像大富翁的遊戲 融入了一些像血糖檢驗啊 果質密度的檢測啊 他把這些檢驗數據的概念 還有如何做保健 這樣的概念融入在這個遊戲裡面 而且淺顯易懂 又富有娛樂性 我相信蠻適合這些長者的 那在於這個社區這個服務的部分的話 這些社區關懷據點的主任 有曾經跟我講過讓我印象深刻 因為他說他其實大部分都是看到護理系的學生外出 那第一次看到這個一級系的學生出來 其實這個我也蠻震撼的 因為第一次人家說我們是第一次出去 也是沒有錯了 因為一級系的養成其實都是 在我們實驗室內部 以這個檢驗數據的評估 還有檢驗的技術為主 那藉由這個計劃 我覺得也非常開心 讓學生能夠走出這個學校 然後帶來這個社區 那也提供給社區的這些長者 檢驗知識 還有這些衛教的概念 那我們也希望呢 能夠提升我們學校一級系 還有一檢師的這個能見度 讓大家能夠多多認識 我們這個科系的價值跟成就 希望未來能夠吸引更多的年輕人 能夠投入醫療專業 那對社區能夠更多的關懷 也更關心我們這個社會 還有我們的長輩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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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